後來 鄉親的新聞一開始來看 車廟開在的路上 一定都要來遵守到交通貨值的規定 但若是沒去注意到洗脊 強行會去遵守貨單 有民眾開車到中水路到山洞路一段路口時 遵守到四點的貨值頂口 車廠想說 要等到外的車上都才能來當外 哪會知道 所讓後面的交車來檢查 所遵守貨單 就是這條紅燈 讓民眾感到很困惑 但到現場開始發覺 這個地方清晃頂口時 開始有遵守的車丁 還有幾次方向的道路車丁 均衡表示 這是遵守的車丁 不能走 不能沒有M-Go停下來 民眾檢舉提供的影片 該車 行徑 該路口 預 圓形綠燈的情況下 做停等 接著 再下一個 綠燈十項 是箭頭 左轉綠燈 有左轉彎 做行進 本分局審著 實際這個違規情形 依道路將關於處法條例第48條 一項二款 左轉彎 為一號制指示行駛 來進行舉發 可儲新台幣600元至1800元的發還 雖然 交通法規定頭 比較適合這項規定 不過 要想民眾感覺不適合 有的人看有 要民眾認為好清楚是跟著一樣 陷阱太多了 陷阱太多了 人心會趕緊 現在綠色 因為交通號制綠色的在照 那為什麼很多人 綠燈他都沒有左轉 然後他一定要斷 會怕 會怕 會怕啦 會怕啦 會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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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 一下子就會自 extender 因為正常的規矩都是 因為我們都是 起 那個 左轉燈嘛 左轉燈亮 我們才會走嘛 警方公調 這張紅區立地 Fußball rá是羊王串 Michelle Lake 最處 四 Upper East 車廊如果看到鑒之施 都能進行 當 垣 lavas or 直瓶 通過了絡 至只有当 買溉的施施 简单来说就是只要没有这出方向是一行的车厅 车历就能够在行的才是当完 那是出现方向就要依照合计顶的机器来开车 大家看新闻中心良 中华彩虹报道